歡迎收看今集宜居溫哥亞地 溫哥亞地產經紀Joey 我是Maggie 今天來到Polygon 新鮮滾熱辣的盤 呼和入例 今天是第一天開啟 我們還未開門已經要來拍攝 而且下午有個realtor event 我們不要人逼人 我們自己帶你們來看 這個project就叫做Burn Park 它有townhouse和apartment的單位 非常有趣 我們的地點是位於Burnaby East Area Edmond 在前面是South Ridge 到Marine Drive的位置左右 最近的Skytrain Station 都是Edmond和22階的Skytrain Station 而且身後面都差不多是半成品 所以這次的completion比較快 2023年就完成了 我覺得現在我們好像在山上 對 不像是Burnaby 挺舒服 很多樹 在這個位置選得比較特別 快點進去看看 好 看看地點 這個project可以說是在91公路 和Marine Drive的Nike橋的中間位 因為你走兩邊都是差不多的 我剛才就是Nike、Marine Drive 再上來Burn 或者你可以走91公路在Richmond 過來 這個地點如果去Metrotown 大約是駕車 或者駕車都是8至10分鐘左右 New West大約駕車是5分鐘左右 它最近的 Station 就是Edmond Skytrain Station 附近的特點就是 它有一個Taylor Park 和一個Burn Creek Park Jowie 其實這次Polygon 這個Burn Power Project 這個地點是Burnaby 但其實它不是好像我們之前說 Burnwood Metrotown 比較進入中心 對 其實它是一個新發展區 其實它是Burnaby East 我以前住Burnaby East 地淡 地淡 但它是剛剛在Burnaby South和East的中間位 的開發區 但它是位於Burnaby East的地方 而它又去New West是很近的 對 剛剛我看到的是B屋 對 它是交叉位 剛剛好 在這個三個點的中間 對 還有它一個賣點就是 因為它位於這個位置 所以我看到它的Project 其實到處有很多樹林 和比較優靜一點 對 以前真的不會經過這個地點 這個Project非常快會開賣 現在Total這裡有44個Town Home單位 而開賣第一天就會release20個單位 我們現在就在Display Room No.1這個單位 一會兒去Show Room那裡 就是Unit 3和4 那叫Apartment的Low Rise單位 就是有一房和兩房加書房 它就沒有三房單位 因為這次有Talos 所以它們就很起身 對 你看這個Apartment 就是剛剛在Burn Park Drive 和South Ridge Drive 而這個Apartment就有58個單位 這次Apartment和Talos的Project 是分開兩個不同的Strata 唯一就是Amenity 它們就會是兩個Strata 去Commonly manage和維修 但其實是分開兩個Strata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在Budget上 大家用的東西都不同 Apartment的Strata fee 就會是四毫八指一尺 只會包熱水 Town House 因為好像獨立屋的運作 所以它是兩個六指 就什麼都不包 所以都是由你自己開的 BC Hydro Gas 因為Gas Top 另外開 對 因為它的Amenity 也相對比較少 所以你也聽到 它兩個Strata fee 相對比市面上比較便宜 Apartment四毫八指一般 都說過差不多六毫一尺 成交日期 因為它們看到 都是差不多半成品 所以這個Quick Completion 會是Spring的2023年 就會成交的 而Deposit Structure 如果寫offer當天 Town House 是要收五萬元的訂金 而Apartment 就是收兩萬元的訂金 7天冷靜期完後 Total of 10% 這樣就完了 對 沒有其他的Payment 因為很快的Completion 顏色方面 這次也很簡單 兩個Color Scene 給你選擇 一個是02的Snow 一個是01的Sand 我們待會去看的Show room B Planet Birch Series 就是用白色Snow 主要你看到 Kitchen的Cabinet是白色的 F Plan就是這個Sand 看看它的分別 因為Cabinet的顏色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好像整個Bird Mountain 的Balantry搬來Bernaby 對 我們身後面有四房 其實全部都是四房 有B Plan的Display 還有F Plan 右手邊就是Apartment 而開賣的Town Home 就是在這裡 在我們身後面 這一個 他說有什麼不同 就是這一個是Above Ground 三層 所以下面的房間比較光亮 待會看Show room 就是最下面的房間 它Walk in進來 是由Basement下面的層進來 由手邊這裏 日後會有其他發展商建建 就是Low Rise 對 我們現在來看看B Plan的示範單位 他說Color Scheme是Snow 就是白色一點的 我們其實都沒有看過這個單位 對 他們今天新鮮滾熱辣 第一天 好像還在外面裝修 很趕Polygon 這個B Plan 進來非常光猛 而且Layout也挺分明 好像屋 對 但是進來 我就覺得放電視的位置 就好像放在這裡 好像沙發就沒有一個位置去靠 沒有一個桌子去靠 沒有一個桌子去靠 對 但是它都有兩個選擇 一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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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打開門 開陽的 沒有東西擋 這個是客廳的位置 這邊就落樓下 還有一個guest room 你喜歡的門 一進去就是Living Area 我很喜歡它這個設計 因為你知道現在的Towels 全部進去很窄 一來就看著棠梯 對 它這個已經很RAR 進來已經很加分 好像一間屋 進去 所以我喜歡 不是一進去就是Garage 然後上棠梯 風水也好一點 我先看看廚房 還有一個偏廳 很多電視 如果它1500呎 我覺得更大一點 感覺像1600至1700呎的單位 因為通常多一個偏廳 都要百多尺 其實都蠻RAR 例如你說Richmond 那些1400呎的Towels 絕對不會有這種感覺 我幾個廳給你用 Polygon 我覺得他們永遠很Consistent 亦都可以說沒有特別驚訝 但你看到有 穩陣的Kitchen 8 現在這個總可以擺筷子 也有upgrade一下電器 就用白色的Quart Counter Top 這個系列顏色就是 Cabinet也是白色的 他們就用這個Towels 就是用Gas Top 就比較好 不是用電腦 還有Kitchen 8 都是用Kitchen 8 都是用Kitchen 8 一樣也是他們的櫃很充足 Polygon是出很多櫃 我記得你說過 多櫃 這個是French Door的Fridge 不錯 挺闊 雪櫃就反而不是Kitchen 8 是Fish and Pequel的 還有一個小島 可以讓你早上喝咖啡 吃下早餐 我喜歡去煮飯 如果可以放電視 可以的 其實也可以選擇在這裡做廳 所以我就喜歡它進來 好像一間獨立屋的感覺 就是它有客廳有偏廳 這些就真的以Towels來說 極之少有 我可能不會放下樓 我可能直接在這裡吃飯 然後這個就做一個大廳 我想他們去做這個showroom的時候 都是給予很多option 想像空間給買家去看 Heating就是電的baseboard 我見過ceiling height 大概是9呎 這個位置就是讓你進來 可能放椅子 用來穿鞋 或者鞋櫃 這個就是Display Item 我真的還在清潔 說一下樓梯 又是轉彎 這樣就沒有那麼斜的樓梯 一上到這裡 Double Door 浪費了 其實這些Townhouse的形感 我們一般見 會是at least差不多1600呎以上 好 先看住人房 King size bed 很闊落 兩個床頭櫃 沒問題 樓底就沒有那麼高 這個就8呎左右 Walk In Closet 這次做得很漂亮 它的Walk In Closet 和Bathroom就分開了 當然這些都是Display 是不包的 但起碼看到它是一個Walk In Closet 自己再做一下櫃子 其實很闊 之後進來這裡 是Double Sink 它的Sink小一點 不過我覺得OK 小但是夠深 我覺得不錯 現在做到好淺 這個就是他們的Shower All the way Shower Detile做到All the way 這裡還有一個 好像類似一個Shower Bench 如果老人家洗澡 可以拿著花塔坐下也可以 Bathroom不算大的 但是夠用 它這個位置就比較小 上面這個Hallway這個位置 你看是比較窄一點 小一點 可能它又利用多些空間 我們先看第一間房 左手邊 它佈置得很漂亮 好可愛 小朋友肯定不肯走進來 我也很喜歡 Queen Size Bag都OK 但我覺得Double會舒服一點 因為如果你放了單人床 就可以再做多個書桌 給小朋友 如果是Queen Size 就可能要這樣放 所以它這樣設計也會合理 小朋友真的 用這個Design Idea都不錯 非常之特意 很漂亮 有個衣櫃在這邊 我看見Tower Standard 但都可以再做一下櫃 其實都會很夠用 這個就是外面Share的洗手間 大約是100呎左右 沒有Shower Door 這個就是Bath Top 看看第三間房 這次Polygon的Show Room 房子做得很漂亮 足球的主題 很漂亮 很漂亮 給貓貓睡 我覺得這間房子好像比較大 至少可以選擇 可以很闊落地放一個Queen Size Bag 即是房子 你不可以說它小 1500、1600呎的Tower 那些Plan Design得不錯 它有另一間房子在下面 我想看下一個Bonus 這裡還有一個客人用的洗手間Powder Room 而且很好它藏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不會洗手間好像經常向著廳 向著廚房 有些私隱 我們下一下看看 OK 這裡呢 就有個衣櫃 可以讓你放鞋 放衣服 其實不錯 因為你出入多數都是在車房 是 進來之後有個圓關位 讓你放鞋 掛收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都是Display Item 但是 它的Idea是這樣的設計 不錯 還有多一間房子 房子在這裡 OK 這個可以做書房 其實這個是一個房子 不是書房 這個是有窗 還有有closet 但是這個Fall Plan 就不像我們之前指的三層 都是Above Ground 所以這間房子就是下來了 所以看看你們選擇什麼Fall Plan 或者什麼位置 有些是Below Ground 或是Above Ground 但是這間房子很涼 很涼 如果夏天的話 這間房子特別涼 因為這個沒有冷氣 今次的project 是不能加冷氣的 它把它設計做一個gym room 也不錯 如果真的不需要用到 書房 或者做運動 如果不需要用到第四間房的人 可以這樣多一個option 多一個空間 通常不開窗 因為你看出去 這裡上面就是Ground Floor 我們現在是Below Ground 所以通常這個位置 很多蜘蛛網 我們通常都不會開窗 通常不會開的了 現在你看一下車房 現在停車是非常之重要的 side by side的Garage 但是留意 它這些eproxy floor 也不包的 通常都是成交的時候 都是一些sexy地 再說 為什麼Bernaby這裡可以買到這麼貴 是因為Townhouse 通常的Zoning 在Bernaby都是stack的 meaning它樓下樓上都有單位 還有要出去share underground garage 可能你要走出路 到天才能進入到家庭 好像一個apartment 這種類型 還要浪費到家庭 很少很少 我想… 你想不到 我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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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件事 那裡的店鋪 這個單位大約窄1,000 呎 大約150萬 而兩房屋 大約是79萬9至80幾萬 而一房600呎 的單位大約65萬 還有另一方面 雖然這次Town House有很多計劃 但我們剛剛看B Plan和F Plan 其實Fall Plan大致上是一樣的 最大分別是剛剛提及過 最最後房間有些是上層或是下層 F Plan好像是corner unit 廚房進去旁邊的位置是多了窗 多了空間 還有主人房樓底非常高 起碼有10呎 另外第三間房也大很多 絕對可以放到Queen 所以我覺得 King size 都還可以 它的很細微的位置是做到一些調整的 所以大家可以因應它們的喜歡 可以選擇自己喜歡Fall Plan 我們又說說這次的樓盤分析 這次我覺得樓盤分析比較特別 就是它的產品本身 因為之前Joey也提及過 這一類型的Town House 其實在Bernaby是極之少的 它的感覺其實是將 如果大家之前有留意Polygon的Balantree Project 我覺得它是將Balantree 那些是2000多尺的Town House單位 將它搬來很多元素搬來 例如它Basement 有多間房間 之後有很多空間 你看到很多偏廳 它是將它縮小一點 就放在Bernaby SabaSai Garage 這些真是極少見的 而我覺得它們也很厲害去找地 因為這個項目 你覺得是好像在山頭上 你感覺上 雖然它是一個斜坡仔 你附近又看到很多樹林 很多公園 所以它的感覺 它就將Bird Mountain 放了去市區市中心 而又不會覺得 我現在是Bernaby East 我覺得自己上了山 所以它的地區 也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我們也在想 很多人在找Town House 未必一定會想入山 在Cucoolam Bird Mountain 會覺得比較遠 其實出市區 這樣的類型的Town House 真的不多 我覺得這個項目 也會吸引很多Richmond的朋友 因為其實現在Richmond的Town House Project 是少之有少的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牌子 大牌的發展商真的沒有 說到去年Anthem 賣完之後 短期內 我也不相信會有大的發展商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 非常接近Richmond 而且是Polygon的大發展商 品質有保證 所以我覺得 只是這件事 可能會吸引Richmond的人來 也不一定 因為Edmond 我知道很多High Rise 在建立 是的 建立好幾千個單位 亦有很多Low Rise 但是Town House 真的非常之少見 而且是Side by Side Garage 現在每個人 都會起碼有兩架車 而且我覺得 這次的Project 例如說Apartment來說 它是一房兩房的Layout 都是貫徹Polygon一樣 是很spacious的Layout 它沒有做三房的Layout 是因為它有Town House 但這次我也很喜歡 Town House的計劃 就是它全部都是做四房 因為現在的人的需求 買了Town House就是要四房 是的 因為大家進來Town House 都是說一家四口 或者有一個小朋友 所以其實三房是走不掉的 但如果多一間房就好了 但政府未必會給你這麼大塊地理 所以你看到Town House 雖然大概1500-1600呎 設計得很spacious 我覺得它們又符合到現在市場的需求 但價錢亦是比較親民的 在市區的價錢來說是比較親民的 我也想說說我兩個禮拜前 幫一個香港客人立了一個offer 是multiple offer來的 16年有裝修兩層 大約1500-1600呎的Town House 在Richmond兩層 side by side garage 去到140萬成交 所以這個brand new就很好吸引 所以你看到價位好像很高 但如果你拿回這個價錢 走回到Richmond買 有些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性價比是比較高的 他們這次市場市場非常 smart 每一個都是四房 就不會有三房的單位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次 無論設計方面 價錢、地點、環境 都是捉得非常好的 今次Polygon 好啦 如果想拿回一個漂亮的單位 記得聯絡我們JM啦 快點快點 多謝收看今集 如果在溫哥啦 記得CLSS common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下集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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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